各位观众们大家好啊 我是莫子 那今天带来的王牌间谍 是很多名场面的出处 说到间谍和特工这两个职业呀 大家伙肯定不陌生 就算你在现实生活中里没见过 那肯定也看游戏区大佬玩过 是不是啊 跟杀手没两样 伸出鬼没 见血风猴 切着咔嚓 直去而是冷狗头 但铁头呢 就是这么一位职业特工 咱也不知道为啥 为啥这个工种说都是光头 可能是成天琢磨着怎么害人 他容易掉头发 那杀人红尘中脱身白眼里的他 为英国军情部效力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本就伸手矫健 再加上高科技隐形眼镜 连接卫星的同时 也能将他的所见所闻 是上传给总部 那恨不得同时有一个连的人 给他出谋划策 甚至还有辽机 在一旁提供第三视角的辅助 这才造就了战无不胜的铁头 那是号称闪耀大杀气 但是好景不长 这次他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的时候 竟犯下了弥天大错 本来呢 是想让他去暗杀一个名叫加美丽的大企业家 因为他背地里是某黑恶组织的领袖 最近正在筹备一场巨大的阴谋 一旦顺利进行的话 甚至会威胁到全人类的健康 所以说就想在这悲剧发生之前呢 除掉他 那却不料 当时还有另一位杀手在场 那个人的目标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领袖 枪支就藏在这个摄像机里 咱铁头本来是识破了他的小把戏 刚想将其击毙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吃汗 从背后呢 是一把就露住了他的小蛮眼 是不是呢 并且声称 我愚蠢的 哦 兜兜有 我终于找到你了 也正是这个举动 直接导致子弹偏离航道 打到了一个身患艾滋的小孩身上 所建设出的血液 正好就掉进了某知名演员的口腔溃疡里面 咱说这种感染途径 可能比NellyP的几率还小 总之不管怎么说 世界卫生组织的领袖最后还是死了 那紧接着 杀手趁乱离开了现场 等安保部门说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只看到了二楼持枪的铁头 所以说就把他是误认成杀手了 那完事以后 真能追杀呀 这英国军情部 一看铁头闯祸了 竟也要派人除掉他 而就在这几要罐头 那个吃汗也是再度增加游戏难度 一块跳楼逃命的时候 不仅拿铁头当肉垫 还直接是压碎了他的脚怀 那后人呢 俩人好不容易是逃上了车 这吃汗因为不会摆了这种高级玩的 一个失误 竟直接把后面贴条的交警给炸了 这也算是大招后葬了 严丑追兵赶过来的时候 一个个手持枪械 这吃汗见状以后 他就有点慌了 你甭管他们 我这车能防弹 你开就完了 铁头就给他吃定心玩 你早说这车能防弹 我还惯着他们干啥呀 你咱一路了 我高低得骂他两句 什么诈 那说吧 他直接就把车窗给摇下来了 行的说跟人当面对劲 你该说不说的 我待愿你脑瓜子也能防弹 那依我看呢 还是改个片名吧 就叫铁头与他的长毛破绽 是吧 而这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还要追溯到几天之前 咱铁哥呢 是一个快乐的小市民 平时没啥别的爱好呢 无非就是活着 交配以及看球 他能把这三大爱好呢 是发挥到极致 尤其是交配和看球这两项 看世界杯的时候 急眼了 能把炮上差票里庆祝 那是差点把自己蹦上天 为了给英国队加油助威 他甚至提前将英国队 已经胜利的字眼 是闻在了胸口 多闻了两个零 本来是2016年的比赛 愣是让他闻成了 200016年的比赛 那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老年痴呆 怕走丢吧 自家的坐机号 说闻胸口了呢 距离200016年 还有19万8千年 你预测的是球赛结果吗 你预测的是世界末日吧 天哪 就咱说这山皮纹身师 你不揍他 等过年留着炖酸菜吗 这是 我这不图便宜吗 原价说2000 我没舍的 毛说这么闻给两块就行 你就活吧 咱能活过你 那再者就是 交配 那也是他名字的由来 顾名思义铁根 年仅38岁 就已经当上爷爷了 18岁就开始生 截止到目前为止 9个孩子了 甚至大儿子 都已经生儿子了 咱说就这个繁殖能力 兔子看了都只要头啊 但也就是那么一个 快乐的小傻子 却有这么一个 终身的遗憾 那就是在小的时候 把自己的弟弟给弄丢了 那为了将其找回 他甚至将弟弟的照片 那是纹在腰间 逢人就问 有没有见过这位偏偏少年 但是效果一直都不太理想 咱也不知道咋回事 是不是因为我没闻衣物 什么 那转眼28年过起了 终于从小到消息 是打听到了弟弟的下落 本以为兄弟再次见面 会是团圆的戏码 却不料 竟是大篇幅的追逐戏 当然了 这也败他所赐 要不是他突然来了一个 怀中暴昧杀咱铁头 也不至于被这军情不可追杀 那不过好在 兄弟齐心齐力断尽 既然你是特工身份保密的话 谁也不知道 你有我这个哥哥 所以说你现在躲在我的家里 无疑是最明智最安全的选择 那当然了 说是这么说 但是等把铁头领回家的时候 他几乎像所有人都说了 铁头的身份 甚至还大张旗鼓的 给人家开了一场派对 以至于这追兵啊 也是轻易的锁定了铁头的位置 毕竟这横幅都挂出去了 别人很难看不见的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 欢迎铁头特工回家 嘶 你他妈还点脸虚呢 哎呦嘛 就你这样的 这拉二姐提子都不怨呢 是吧 你这是给他办的欢迎派对吗 你这是办的一体欢送派对吗 帖子 还整了个白条服 那整得像极了灵堂 是不是啊 可硬紧了 那好在周围的居民呢 帮他们拖延了大量的时间 他们才有机会呢 是再次的逃出生间 后面呢 在一个仓库里 两拨人进行激烈的厮杀的时候 咱铁头在前线抗战杀敌 咱铁跟在后方给敌人超度 那讲话呢 我那残忍的欧斗都有 你好好的大活人就这么没了 你这眼睛都闭不上 我拿手的钱 胡了都胡了不上 你干嘛卷连门似的 那会有人呢 几个回合下来 反铁跟也腻了 眼不见心不烦嘛 抄起一条嫌疑就给盖上了 那么这个画面呢 也是让我想起了派总的名场面 他往抓在手里边 使劲的抓住他 使劲啊你 那么这以后呢 咱铁头把敌人都杀光了以后 自己也惨被两根毒针射伤 那这种毒针 只给人一分钟的反应时间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 不能注射解药 或者是把毒给及时吸出来的话 这人就必死无疑了 那好在这时候 有咱铁跟在场 可以把肩膀处的毒素给吸出来吐掉 但是这尴尬就尴尬在我 哭当也中了一件的 哎呀 我具体给你描述一下 手上 这毒针就扎在了我的左稿 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了 所以说你吸的时候 务必大力一些 才能拦截住直被心脏的毒素吗 哎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忙我找了你28年的时间 要知道你是这种人 我直接上同行恋交友平台 我两分钟就能找着你 哎呀别废话了 铁子眼瞅到点了 要不牺牲尊严 要不牺牲我 你选吧 哎呀 没招了 老老吧 眼一闭嘴一张 我这做啥都有 美人相干 那行行行 差不多得了 好好好 松嘴松嘴 这假恨谁不死 你轻点 你差点给我作扁了 你臭表脸 那完事以后呢 咱铁根的状态是这样的 就颇有一副 士族少女的模样 你看好 这就萎靡不振了 那后院呢 由于咱铁头啊 要把当初的杀手给找出来 所以说就让自己的县人翠花 查询到了他的所在地 哥俩得去一趟南非才行 那正好这个铁根啊 好像有一个朋友是跑运苏的 所以说就想让他帮忙引荐一下 那缺不料 这铁根一听啊 他要见自己的朋友 那当时就哼起上来 讲话的怎么着 啊 你还想再俘获几个男人的放心呢 要知道你是这么随便的人 刚才我就不应该 让你轻易的得到我 那等到了南非以后吧 这最新的情报也出来了 那个杀手在一个毒枭的手里 买了某种产品 而这个毒枭的妻子 就喜欢搞外遇 所以说完全可以拿他当突破口 就色诱他 让他说说 他老公卖出的产品究竟是什么 那这会儿呢 由咱们铁头干的 就却不料啊 铁根在这之前呢 从当地人手中呢 是搞到了一根海洛因 这块针剂 跟铁头的骨骼修复剂呢 是长相雷同 那之前呢 咱铁头不是脚踝骨折了吗 所以说每天就需要注射这个修复剂 才能保持正常行走 那完事以后呢 一个不小心就给争魂了 一人下棋以后 这铁头当时就昏迷了 因为这药质太大了 那是一时半会儿 肯定是行不了了 万般无奈之下 你说赶时间呢 只能让这铁根去色诱了 那起初啊 我还在担心 她这个颜值 到底能不能色诱成功 但是紧接着 我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是不是 因为她他妈 一上来就认错人了 哎呀 这翠花让她在大厅里面 找到一位绿衣服的美女 甚至人家目标都已经做好 被她搭讪的准备了 却不料她静止 就走向了威胖的女佣 并且进行调戏 按照她的话来说 你说这大宝贝 谁看着不迷惠啊 太美了 一看就忘书 她当时给目标整出挺梦逼 那是回去愣是抽了一条的眼 也没想明白 说自己输在了哪儿 那最关键的就是啊 这时候啊 翠花还把监视器给关了 为的就是让她别害羞 自由发挥 那这回可倒好 色诱任务算是被她 彻底扼杀在妖兰之中了 那咱说这人都整错了 后续的剧情又该如何发展 尽情期待 咱是下回分解 那等不及的小可爱呀 可以先去看个原片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是不是啊 这剧情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么在这儿 为了是感谢各位家人的观看 嘿是 告辞